1.5万就可以把它盘回去了 今天又是来一台万宝快的自动挡 这台是我们上个月卖的那台马五 客户之外下来的一台 08年上牌的标志307 是一个两厢版本的哦 307 1.6排量的自动挡 这车呢我们拿下来的时候 就说坏关的话是比较有点花 然后我们就刚刚给他做完一个整车的美容 所以刚做好 内饰方面呢我们拿下来也重新给他做了一个 重新抛了一个皮革 所以说整个车内饰看起来就很鲜了 这个皮革都是更换的 还有门把这些都是重新弄过的 外观方面也是做了一个填折漆 这个车的话底盘我们也小装了一下 所以说你买这个车回去的话 基本没有什么贪心的 就可以直接使用 没有问题的 没有没有啥要弄的 我们基本该整的都整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就很鲜了 万把块的自动挡 你选这种车也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动机 发动机的话 我们那边看了就是 四门侧盖的话有一边就是有一点点 这边这边也还好 其实也没有什么剩油的 这边四门侧盖店也是没有什么剩油的 是这个 这个是转向处理的 一个处理油 所以说上面的话可能会有点油气 下面的话基本都没有什么油气的 所以这很勋的很干净的 起脚的话原车主也是刚换不久的 所以说基本没有什么好脏的了 这个车一个万把块的自动挡 让你开的就是很不错了 而且难看的一点就是这里 这里原车主的话 它建这个胶可能是这个胶不太稳了 然后它就拿这种胶水的话 涂这种的话可能是有一点点难看 但是一万多的车要求不能太高了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价格就是 1.5万就可以把它盘回去了